给你十万块钱 把你的百分之十的股份转给我 你开玩笑呢 公司现在估值五千万 我这十个点起码五百万 你这一开口 我就少了四百九十万 好 那十万块钱我也不给了 我也不想要了 现在呢 我要召开公司普通会 调整公司战略 以后公司所有的利润 都由于求我老婆来公司做回去 你呢 以后一分之分后都别想拿到 你有意见吗 哦 有一天也没用 我是公司百分之九十的大 你不同意能有用吗 哎 你现在就是求着我买 我也不买了 恐怕不是我求你 而是你求我吧 我已经准备把这十个点的股份 卖给竞争对手吧 竞争对手一旦进来 结果要求查账 你确定你的屁股是干净的吗 到时候不搞死你才怪 你不能卖给他 我是公司大股东 我有优先购买权的 优先购买权 那我这十个点两千万 你买吗 你要是不买又不同意 那我就视你为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我不信才愿意出两千万 来帮你这十个点 那就是我俩的事了 表面上我妈两千万总活动 私底下走几百万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怕我起诉你啊 起诉我 那我就做十个两千万 一年之后 我再给人家一千五百万 你知道吗 这样一千万你妈股份卖给我 恐怕已经不是一千万的事了 你又能出到两千万 我就考虑考虑